菲律宾的众议员叫罗德里格斯 他星期二就说 他已经致海美国 希望能够获得将退役的 海军神盾巡洋舰 要退役的神盾巡洋舰 他还指名要这一款 他说这样的话 对于菲律宾海号的主张 与南海局势恰当 而且是相关 所以意思就是要给我们的了 要美国即将要退役的 他已经锁定好了 就是12号 这一艘船 然后他就锁定好 说我就是要这一艘 你已经要退役了 那你就送给我 然后我就可以用这个船 来在南海里面来执法了 然后我可以把它改装 成为我们的这个军舰 然后可以用来对付中国大陆 这是他跟美国人要的 他这艘船本来就叫做 菲律宾海号 但是他并不是菲律宾的 对 他是属于美国的 但是美国由于他的船舰 他造舰不够 所以他通常都在做延寿计划 也就是说本来他的一些船 确实是要退役了 可是他现在发现 他本身造舰的能力不够 那他怎么办呢 他有一部分委托日本韩国来帮他造 然后有一部分委托日本韩国来帮他维修 前段时间韩国才刚刚帮美国维修好一艘战舰 那就是因为他的造舰能力不够 维修能力不够 所以他只好请其他的国家来帮忙 那现在对美国人来说的话 由于新的舰接不上来 所以他的旧的舰本来应该退役的退不下来 所以他有在做延寿的计划 我相信美国的海军可能有在考虑 就是说如果还是需要延寿的话 那可能就会婉拒了 但是问题就在 如果不延寿真的要给菲律宾 他还要看菲律宾会不会附带什么条件 例如说你要送给我的时候 你要帮我修好 然后再送给我 然后呢 我以后的维修费是不是你要来帮我忙 因为我没有维修能力 所以到时候我是不是 你去跟日本或是跟韩国说 叫他们免费来帮我修 然后这样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后面会有一些附带的一个条件 就等着看他们怎么开口怎么谈了 你喷到这样的人就很难缠 因为他会很敢开口一直给你要 是 来 帅将军 这个名字原来就是叫菲律宾海号 所以给菲律宾是应该的就是了 我买佩服这个议员 这个态度很清楚 你要我当棋子 我要当那个看门狗 狗粮你要付 你要给我 这比我们有盖子多了 我们听人家打仗什么也要不要的那个 可是美国常常对于它要厨艺的船舰 那个性能还不错的 我跟你讲 它是封存 它们并没有说要把它 它封存是比较有占力的 有占力的还是会封存的 它其实真正可能获得的是什么呢 日本封存的也很多 日本的封存是更好 对日本的封存政策比美国还进步 对 它一条新船做出来 正常假定你要服役十年二十年 它不是 五年八年它就把它封存 因为它起封以后 跟新船差不了多数 所以我要是菲律宾聪明的话 我跟日本要 要美国你不肯给吧 你叫逼的日本给 其实日本的比较好 不如跟日本要啊 第一个 日本封的船铃都很新 你美国这条船已经二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美国现在就嫌见资不够 它怎么可能挪给你 而且给了你菲律宾这些碰瓷的手段 美国不能够完全控制 美国只是鼓励你去闹 但是不能让你大闹 大闹了以后 美国美菲的协防条约 我要不要旅行 你知道吗 台湾一天到晚那天催 美国会出兵 台湾连个协防条约也没有 你又不是成立联合国的议员 你也没有跟美国电力正式的邦交 跟这个作战协定 你都没有啊 所以菲律宾你看这个 它有美菲的协防条约要传 不是理所当然吗 美国都不敢给 为什么 给了你哪天你突然做个大动作 我还不好收拾 所以前一阵子 菲律宾在海上闹了半天 美国船都避得远远的 你不要拿我去惹 惹到我没办法收拾的事 大国做事不像我们 不像我们一般民族主义的头脑一发热 就要干了 不是这样子 要算一算 有什么利益 有什么损失 滑不滑得来 算得金得很啊 不会来看看 这个刚才我们还在讲 中俄现在在巡航 这个联合的演训 其实不也在靠近朝鲜半岛吗 朝鲜你看现在情势 韩国的军方已经讲了 因应现在紧张 陆军17日在朝韩边境 这边做实弹射击演习 而还另外呢 发射130毫米火箭炮 那韩国陆军还以这个 多管火箭系统做实弹射击 打击朝鲜远程火炮 但另一头朝鲜金正恩也有话说 他现在就强调韩国是 他国是明明白白的敌国 而且朝鲜最近低调的 细用了年号 官媒党媒都已经不见主体年 这就是要加强对金正恩的个人崇拜 你只看到现在两韩只是 越来越仇视 简直像是敌人一样了吗 请教介大使 当然啊这个里面最主要就是 尹锡悦跟这个文在寅 两个截然不同的这个 这个两个关系 一个就是对美关系 一个是对日关系 如果是文在寅的话 因为文在寅跟金正恩还见过面 怎么会搞成现在这个金正恩 说这个朝鲜的头号敌国 就是韩国 头号敌国 然后是彻彻底底的外国 然后他现在不但不用主体年 他连什么好祖国统一这些字眼 统统不用 对而且随时准备给这个 头号敌国南海迎头痛击 对这次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朝鲜发现说 这个好过去两周啊 这个韩国的这个无人机啊 跑到平壤上去偷餐单了 而且内容极为荒谬 直接攻击他们伟大的领袖金正恩 说他个人生活很奢侈 他跟他女儿都是穿着什么名牌啊 什么啊 而这个朝鲜人民啊 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啊 这个人不得了 那他们这个北韩说 这个朝鲜说得很清楚 他说我们有足够证据是南韩 韩国军方干的 就韩国军方没有承认说是他做的 然后呢 说是民间团体 可是韩国有个民间团体 就是脱北者的自由 自由朝鲜啊 这个组织啊 他们的负责人出来说 我们根本没那个能力 我们放点气球就可以了 我们没有无人机 绝对不是我们放 所以现在到底是谁放的 那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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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疑说 就是说 这个影席院因为国内的这个 他的他的支持度已经掉到23% 这也历史上最低的 所以他现在借这个外面的这个 外面声势 来转移注意力 然后看看能不能扭转他自己的 这个这个这个声望 这是有这个说法 不过现在就是说南北韩之间 目前这些动作都是很危险的 会不会插枪走火很难说 而且我觉得南北韩之间的关系啊 是极为密切的 把门店到那个首尔56公里 对所以就是说 如果说真正这个朝鲜啊 要对真的要往这个南韩攻击的话 他真的打到首都是很快的 反观这个好这个韩国好要打到平壤 还有150几公里 所以呢我不晓得影席院他在想什么 而且你把关系搞成这个样子 是 你到底目的何在 不晓得 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文在寅的时候 这个证明两韩之间是有空间 可以改善关系的 那为什么到底你这个影席院 会现在搞成这种剑拔怒章 跟美国的关系就一定要以牺牲 跟朝鲜的关系做代价吗 对跟日本的关系更莫名其妙啊 对不对 南北韩为什么今天朝鲜会认为你这个韩国 跟他不是一国啦 不是同胞啦 就是你对日本的看法就已经分歧啦 难道日本在统治韩国七十年 干嘛是实行人政啊 那把这个韩国人当作二等公民 又是这个 又是这个拉强制劳工 又是慰安妇 慰安妇里面韩国人最多 对不对 然后呢 日本对韩国这个好 七十年做了什么对 那今天你文在云为什么要这样 跟这个啊 跟这个日本人啊 关系要好过跟这个 他们北韩的同胞 你说金正恩 这些他的他的心理变化 我觉得是有 是有 是有这个卖路 嗯 你也不能说啊 金正恩突然就怎么样 突然就判若两人 今天最后呢 还是要有请教官 再一次的跟大家推荐 这个非常好用的产品 我自己很喜欢 他就是K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 高防晒系数的凝露 非常的清爽 而且呢 这抗紫外线非常的有用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的利用 我们的中天快点购平台 来选购哦 并且还可以打 CTI798 CTI798 我的推荐代码 可以享有额外的折扣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 高防晒凝露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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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